大家好,我是Den 在韓国江源道圆州的一家无人商店里 一位似乎醉酒的客人将店铺弄得一片混乱 甚至对着监控画了一个飞行手势 看到这一幕的店主对这种荒谬的行为感到非常心痛 但随后出现的另一位客人的行为让他感到了危险 这家无人商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2月16号凌晨 江源道圆州的一家无人商店里 一位穿着黑色短袖的男性正在自助结账机前准备结账 这位男性看起来似乎是喝醉了酒 动作非常散乱 之后他突然提起脚来对着监控做了一个V型手势 随后这名男性开始不断地对自助结账机进行提及 这次他用脚踢打挂着商品的货架 并用手抓起物品随意乱扔 也将掉落在地上的商品踢出去 甚至踢出店外 店前很快就被这名男子丢弃的商品给堆满了 之后这名男子重新进入店内 将自助结账机推走在地上 然后爬了上去 店主表示 可能这位客人是喝醉 无法顺利结账而这样做的 但是大约30分钟后 另一名男子来到了这家店 看到店前杂乱无章地放着的产品 这名男子感到惊讶 他首先进入店内查看情况 然后又走了出来 接着他默默地开始捡起掉在地上的商品 并将他们搬回店内 然后他找到店主的电话号码后 立即联系了店主 后来透过监控看到这一幕的店主 表示了感谢 但那名男子回答说 今天换座任何人都应该会这样做的 因为男子的行为以及这番话 尽管店主因突如其来的骚乱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但他也从这位男子获得了慰藉 最后店主对记者表示 说到平衡 乍看之下可能只会看到坏事 但最终还是有好人存在 让世界能够平衡运转 对那位先生 我再次怀有感谢之情 目前韩国警方根据监控等资料 正在追捕那位男性 连骂他都是浪费 直接用棍子打他 立即判决 喝醉的狗就应该被打 请制定法律 对那些喝酒闹事的人进行家中处罚吧 即使不能帮助别人 也不要给别人带来伤害 本人看到这个影片的话 会觉得自己有多愚蠢 身上弄个刺青向别人炫耀 只会显得更可悲 努力工作并帮助他人 才是真正酷的事情 然后帮助店家的那位 真的是品德高尚啊 店主的话非常引起共鸣 虽然有些人像垃圾一样行为不断 但同时也有那些勤劳的清理 这些乱七八糟的善良人们存在 破坏的人 我做错了什么 这社会为我做了什么 清理的人 这是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 换做谁都会这么做的 其实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这位真的是很值得称赞的人 所以希望看影片的我们大家 就算不能成为帮助他人的人 也千万不要成为给别人伤害的人 OK